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主持仪式 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访华 美国总统布什适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 于今天上午抵达北京 开始对我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的 江泽民主席的夫人王也平 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照 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 民建中央主席程思威 外交部长唐嘉玄 国家地委主任曾培炎 财政部长向怀成 外经贸部部长石广升 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 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等出席了欢迎仪式 陪同布什总统访华的有 布什总统的夫人劳拉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 国务卿鲍威尔 白宫办公厅主任卡德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等 欢迎仪式上 军乐队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务卿鲍威尔 美利坚合众国位于北美洲中部 东林大西洋 西边太平洋 所属阿拉斯加州位于北美洲西北部 夏威夷州位于中太平洋北部 总面积937万2600多平方公里 首都华盛顿 欢迎仪式上 江泽民主席陪同布什总统 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军仪仗队 国家主席江泽民 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与美国总统布什 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 双方就中美关系和重大的国际 及地区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达成了广泛而重要的共识 会谈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 江泽民首先对布什访华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 四个月前我们在上海进行了很好的会晤 今天重逢格外高兴 我们在上海会晤时达成一个重要共识 这就是中美共同努力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 四个月来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有了新的进展 两国关系的发展势头是好的 对此中美两国人民高兴 世界人民也高兴 布什说 非常高兴携夫人来中国进行访问 亲眼目睹中国的巨大变化 由衷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款待 我四个月来两次来中国访问 这次看到北京的巨大变化 印象十分深刻 布什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在911事件后 对美国人民所表示的慰问 及对反恐斗争的支持 我还愿意就刚才美国记载 在向布什总统提问题的时候 就别有问我的一些问题 我想要做点回答 我认为第一个 就是关于我们刚才讲到的天主教的 不是游戏人啊 对被关押或什么 那么这一点呢 我想要说明一下 就是中国从建国以来的宪法 所有的宪法都规定 宗教信仰是有自由的 这个宗教 我想我们中国的宗教 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有天主教 有耶稣教 有这个 耶稣教 因为这里面有 Catholic 我就不去详细去分了 那么有穆斯林 伊斯兰教 还有中国的一种教叫 道教 道一生 那么这许多信教 显法都规定都有自由 这局势 虽然我不信教 但是我还是很感兴趣 各种宗教的一些 比如说 Bible 比如说 这个可兰经 那五多年 包括中国的佛教的佛经 金刚经 我也是看的 所以 不管他什么教的教徒 必须要 共同有一点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那反而是 他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那恐怕就并不是因为 他是相信哪一个交对 就会得到宽恕 这一点呢 我作为国家主席 恐怕也无权过问 司法的这种问题 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夫人王也平 今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 设宴欢迎美国总统布什和夫人劳拉 晚上七时许 布什总统夫妇抵达人民大会堂 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夫人王也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等 与他们亲切握手表示欢迎 钱其琛 周光照 叶选平 程思薇等 出席了欢迎晚宴 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今天上午陪同美国总统布什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 演讲前胡锦涛致辞对布什总统访华和到清华大学演讲表示欢迎 发展 布什在演讲中首先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 指出三十年前两国领导人的会见结束了双方几十年的隔绝 奠定了双方交往合作的基础 他说 与1975年我首次访华相比 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富活力创造力的国家之一 中国正在崛起 美国欢迎中国强大繁荣 布什还介绍了美国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间的关系 并盘集了他本人对家庭宗教信仰移民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的看法 美国总统布什和夫人劳拉今天下午游览了位于北京西北约七十公里的巴达岭长城 在登长城的过程中 布什兴致勃勃地回忆起1975年到中国时攀登巴达岭长城的情况 并询问了长城的历史 建筑经过 以及今天长城的保护状况 走下长城时 北京市的小学生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 向布什一行表示欢迎 布什和劳拉很高兴地与孩子们交谈 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夫人王也平 今天中午在中南海营台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和夫人劳拉共进午宴并化别 江泽民说 总统先生即将结束访华回国 两天来 我很高兴与你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谈 并就许多重大问题达成共识 我们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努力充实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这对推动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布什再次感谢江主席和中方给予他和夫人的盛情接待 布什表示 他对中国的访问取得了阶级成果 中国的发展变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增进相互了解 加强交往与合作 使美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布什表示 期待今年十月在美国再次与江主席会晤 国务院副总理前妻称和夫人周韩琼出席了午宴 中国和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特有地位 是其他一些国家难以取代的 回溯三十年来 中美关系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准战略伙伴时期 九十年代前半期的冷对抗时期 以及近年来的相对稳定发展时期 期间双边关系跌宕起伏 矛盾与共识交织 对抗与妥协并存 双方不断寻找与探索 相互都可以接受的战略定位 1972年2月21号的北京 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 这两位历史巨人的手 紧紧握在了一起 长达一分多钟 这象征着自1946年起 中美双方一直持续的敌对关系的最终结束 毛泽东与尼克松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尼克松还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六次会谈 尼克松访华结束的时候 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 就是上海公报 1979年1月1号 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在此前发表的建交公报中 美国政府宣布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并终止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 中美建交二十多天后 当时担任副总理的邓小平 应卡特总统的邀请正式访美 并进行深入坦诚的会谈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此行为中国实行全面对外开放 创造了条件 但是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 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 1979年3月28号到29号 美国中参两院分别以多数票 通过和批准了违背中美建交公报的 与台湾关系法 4月28号中国外交部召会美国政府 指出与台湾关系法违背了中美建交原则 将给两国关系造成损害 经过十个月的艰苦谈判 1982年8月17号 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817公报 美方承诺授台武器 首先在性能和数量上 不超过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 并逐步减少直至最后解决 1989年下 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转折 两国关系的密切与合作局面暂告终结 美国与中国出现政治风波为由 干涉中国内政 发起了对中国几乎全面的制裁 1995年上半年 中美关系再度遇到麻烦 美国方面允许李登辉访美 中美关系下降到自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1997年10月 江泽民主席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 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 两国元首举行了深入的会谈 发表了指导双边关系的历史性文件 中美联合声明 确认两国共同致力于 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从而将起伏不定的双边关系 逐渐纳入到相对稳定的发展轨道上来 1998年6月 克林顿访问中国 他是继尼克松 福特 里根和布什之后 第五位在任总统 正式访华 访问期间 两国元首达成了广泛而重要的共识 6月30号 克林顿总统公开承诺 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和以主权国家身份参加的国际组织 1999年5月8号 发生了美国导弹 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 中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美国政府公开道歉 并做出赔偿 2001年中美关系极不寻常 4月初发生了中美撞击事件 中美关系历经一段波折 下半年逐步得到改善 911之后 反恐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10月份上海APEC会议期间 中美首脑进行了会晤 中美关系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并且出现积极的发展势头 两国元首就共同努力发展 中美建设性关系达成共识 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 确立了方向 911之后 Cream